立法院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要行使监察委员的人事同意权 而被提名人许国文今天要决定退出审查过程 许国文是总统府资政许文正的儿子 同时也是罗许基金会的董事长 前阵子许国文就被质疑 他是靠父亲的关系 还有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 曾经担任过罗许基金会的董事 因此才会被提名出任监委 许国文说外界对他的家族事业 有很多不实的讨论影响到他的名誉 因此决定要退出监委审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